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这一集咱们说一回故事 还是来一首定场诗吧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寒之家寒寒寒 身官发财得得得 两腿一蹬完完完 这一集咱们说一回潘石屹家的坑爹公子的故事 是吧 那么这个华文圈里最近出现了两只坑爹神兽 不是坑爹神人 一个是举报自己家国企的爹妈 给他一百多万美金的那位王静瑜 还有一位是潘石屹的儿子潘瑞 这个潘瑞呢 这个是诋毁啊 就是中印边境的烈士啊 造谣 当时呢 说造谣中印边境 有一个解放军的营地给被埋了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呢 现在已经发酵了啊 北京的海淀警方 对潘瑞呢 进行了网上追逃 潘瑞呢 现在不在中国啊 那么其实聪明人啊 如果是我是潘石屹的话啊 我就打电话 让潘瑞赶紧回来啊 回来以后呢 最多拘留十天 然后呢 对公众道歉啊 这是最正确的处理方式 明白吗 可是现在啊 我没有看到潘石屹 有多聪明啊 潘瑞呢 继续在海外啊 这个不发声 也没有回国去自首 对吧 所以说这两天的舆论啊 逐渐的在转向了潘石屹 我看到中国国内的媒体 已经画风不对了啊 已经开始起底潘石屹了啊 我们今天看看啊 就是说起底潘石屹 这个态度明显的就已经转变了 说这个标题就是潘石屹 把国内的资产妄图清仓 国内一毛不拔 国外狂捐六个亿 我的天哪 啊 说这个自诩为无产阶级的乳商 潘石屹 在众多的大佬中啊 无疑是最具争议的一位 国内铁公鸡 国外狂大方 多次喊话 年轻人不要着急买房 一边屡次抛售国内各地的SOHO的中国资产 一边呢 却否认自己要跑路 单从这一点上来说 潘石屹确实是个无产阶级 没有中产阶级那些压力 因为早在2005年 潘石屹就在名下的 把名下的所有的SOHO中国资产 都无偿的赠送给了老婆张欣 他确实是无产阶级 那怎么回事呢 说这潘石屹啊 怎么发的家呢 这就有意思了啊 从这个国内的这些 这个文章中 你就闻到了一种暴风雨前的腥味 说潘石屹呢 是尸呈中国的手片 靠老婆尚未发家 说这个潘石屹啊 从甘肃天水的大山里边 走出来的时候呢 决定抛弃铁饭碗 南下深圳打拼 然而呢 在广州他并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大战拳脚 随后呢 他决定转战海南 因为他知道 他磅上了一条大腿 这条大腿就是中国的首富 当时的还有首片 慕齐忠啊 慕齐忠现在也出狱了啊 也出狱了啊 慕齐忠呢 出狱以后呢 这个因为呢 当年呢 在北京啊 这个还有好多处房产 现在呢 已经升值的 不要不要的了 所以慕齐忠的晚年 还是无忧的啊 依然是个亿万富翁 就是他的一个女秘书 帮他呢 这些年一直在打理这些北京的房产 那这个慕齐忠呢 当时在海南 跟着这个慕齐忠呢 慕齐忠就来到了海南 在1989年开发房地产 在慕齐忠的手下呢 工作了三年 掌握了慕老板的创业套路以后 慕齐忠和冯伦等人决定脱离慕齐忠单干 那么以至于多年以后 慕齐忠一直不愿意再见那几个人 这几个人也放下喊话 说活着就不要见面了 随后呢 潘石屹与人合伙注册了万通公司投资房地产 这里边还有一个人没提 是谁呀 是被判了18年的那位任志强任大炮 跟潘石屹他们也在海南合作过 那么1994年呢 潘石屹呢 与他的这个老婆张希就认识了 因为这个两个人从相识到结婚呢 只用了半年之后呢 SOHO中国就成立了 专注于房地产 因为张希呢 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养 而且呢 在投行高盛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 在事业上帮助潘石屹一步一步的做大做强了 到了2005年 潘石屹呢 被抱有外遇 小三呢 被张希抓了个现行 就在公司人心惶惶之时呢 潘石屹宣布将自己的股份无偿 全部赠送给张希 外行看热闹 在大家以为这只是潘石屹为了自证清白 在家庭内部自愿开展股份转让的时候 但是内行看门道之后的一系列的操作就惊呆了大家 说这个张希呢 在香港拥有永久的居留权 可以通过呢 在海外注册公司合法收购手上的SOHO中国 经过了一番左手倒右手 张希摇身一面 成了名副其实的实控人夫妻俩也成功的在香港做好了公司上市的准备 这就是潘石屹的这个望京SOHO 2007年啊 SOHO中国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2020年的3月20号 潘石屹张欣夫妇以250亿元的人民币名列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的第68位 那么2005年呢 SOHO呢 在中国开始逐步的减少投资 开始了撤离计划 2005年啊 这可是啊 一开始呢 潘石屹紧抛售了SOHO中国的边缘资产 随后呢 快马加鞭 2014年仅用三个月就为上海的SOHO静安广场 上海的SOHO海伦广场找到了接牌侠 以52.32亿的价格出售给了金融街控股 后面7年啊 SOHO中国上演了一出眼花缭乱的变卖资产的大戏 2014年9月 这个潘石屹呢 将上海的凌空SOHO10万平方米的物业 以30.5亿的价格出售给携程网 而当年他取得这块土地的使用权的时候 只花了15.62亿元 2015年 曾经让潘石屹和复兴集团的掌门人郭广昌 明征暗夺的上海外滩国际金融中心的地块 潘石屹呢 将拥有的50%的权益 转手给昔日的对手郭广昌 交易的对价是84.93亿元 2016年 潘石屹又将上海SOHO世纪广场 卖给国华人寿保险 总价是32.2亿元 2017年 虹口的SOHO凌空SOHO分别以35.7亿 49.44亿 卖给了新加坡公司的吉保质业 和香港的知名私募资本公司机汇资本 前两年 投资管理公司黑石集团提出私有化的方案 彻底的震惊了地产圈 潘石屹呢 试图将他在北京上海等地的八大金刚的资产 捆绑打包售卖 如果一旦出售成功 那就意味着他将SOHO中国在中国境内的资产全部的清仓了 但是啊 由于种种原因啊 黑石集团没买 然后呢 又与高领资本传出了绯闻 但是呢 对方呢 无情的这个打脸了啊 也没买 自此呢 就是清仓八大金刚的这个事情呢 就沉寂了下来了啊 啊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 从2014年开始 潘石屹陆续的通过出售资产套现了300亿元啊 潘石屹在国内卖卖卖 在国外的动作也没闲着啊 这个国内呢 一毛不拔 给哈佛耶鲁呢 捐款超过6个亿 2014年7月24号 潘石屹给哈佛大学啊 捐款了1500万美金 同年10月29号又给耶鲁大学捐款了1500万美金 两所学校累计资助了6个亿啊 那么这个潘石屹表示呢 此举是为了资助世界一流大学 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的学生 某次会议的现场 刘强东提出质疑 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讨论 刘强东认为潘石屹的捐赠 并不能为中国带来什么帮助 潘石屹反驳说是捐给中国留学生的 刘强东表示出国的留学生很少 即便是大多数也是富家子弟啊 即便是SOHO中国的官方声明是捐给中国留学生的 但依旧呢有网友不买账 巧合的是潘石屹的两个儿子 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入读了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 主要是捐钱给他的儿子 买个学位而已啊 什么为了中国的留学生啊 啊所以呢还有网友呢将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捐款名单给扒了出来 潘石屹夫妇的200万捐款显然与他们的身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疫情期间呢潘石屹也未见有任何的表示 面对很多网友的质问逼捐啊 潘石屹夫妇索性关了微博来个眼不见 眼不见为净成了大家的争相讽刺的铁公鸡啊 潘石屹最近的微博呢停留在3月5号被设置为不可评论的状态啊 那么比起网友们的这个所谓的道德绑架吧啊 奉行西方化思想的潘石屹夫妇俩显然更加看重的是商业利益 潘石屹将自己的资产向海外转移 有点像当年李嘉诚跑路的味道 李嘉诚跑的不如这个潘石屹彻底啊 李嘉诚跑归跑 但是很多手里的地块依然在捂着要升值了啊 所以说潘石屹跑的最彻底 然而他最后没跑了啊 八大核心的资产还在中国境内啊 虽然潘石屹解释自己拿的是中国护照不会跑路的 但是网友对其可信度也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潘石屹什么时候跑路呢 我可以给大家做个预言啊 潘石屹一时半时跑不了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坑爹的潘瑞啊 潘石屹是想跑 现在可惜跑不了了 那么潘瑞啊 此言论一出 而且呢 潘石屹呢 这个 败笔就是没有让他的儿子马上回来自首 还是 想啊 让他的儿子留在境外 这就麻烦了朋友们啊 从我刚才给大伙介绍的这国内最近一段时间 对潘石屹的这种口诛笔伐 伐的这种画风 你闻没闻到啊 这个暴风雨前的腥味 那位说潘石屹你能怎么着他呀 可是亲爱的朋友们 在中国境内的这些改革开放年代过来的这些商人 哪一个身上没有原罪呢 尤其是房地产的这些商人 所以说潘石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例子 他跟任志强之间的这种在北京的地产市场上 闪转腾挪 任志强有没有用国企的这种便利 为潘石屹这个昔日的小潘兄弟拿过地呢 铁定是有的 潘石屹在这个过程中啊 有没有涉及到任志强案的这所谓的行贿受贿呢 这都不好说呀朋友们 所以坑爹的儿子 这次应该是真把爹给坑了 那么潘石屹现在是想跑也跑不出来了啊 这个事情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下次再见